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集聚纽约 连续举行了一系列活动 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5周年和世界法轮大法日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5月11号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联合广场举行了文艺会演 修炼之前我就一直在寻找在不同国家在寻找进入 但是呢走到大法之后就觉得不用太早了 就已经走到比较平和到我 5月12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的游行 队伍横贯曼哈顿 比较美丽的那种到处在我们的心里 尽管我一个好多人 而更感情长和劳相 对我现实没有这么多人看来 这样的过程 他们都很高兴 他们给予了一种平静和平静 法轮功学员他们真的很善良 是我很感动 我前身几位的法轮功 他们最善的自助到了 在国内没有见过谁 我觉得很震撼 好 好